第一次練習打開 題目是在職訓練班學生選課資料內容 有點像是選課的狀況 一個承辦人員,假設你模擬一個情境 你是承辦人員 你要統計什麼?統計相關資料的話 包括哪一些要匯整 他是希望第一個 要把哪個工作表的哪些資料翻譯 然後要計算他幾歲 而且幾歲的話 格式要有一個幾歲的解決 也就是說你今天我要算出幾歲 這個年齡 年齡幾歲 當然不是叫你除法練剛 而是說你今天要在這個地方填入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裡面有提示 提示說你需要用到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是Dedif 一個函數是Today 有沒有辦法 還用格式 格式一定要按照他的需求 所以第一題有沒有辦法做到 如果做不到 可能你就卡住了 第2個就是 針對修課資料工作表 修課資料工作表的欄 修課在這個 把這個資料 這個工作表點開之後 然後做 以下的事情 就是分別把 前面工作表的 這一個欄位跟這個欄位 分別複製到這個AB兩欄 然後這兩個欄位複製到CD兩欄 並且做這些格式 等等 請各位待會把題目再看一下 記得以後 我做的動作都是 針對題目去做的 因為正道考試就是 題目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沒有要你做什麼你不要去做 多做反而錯 不要畫舌天竹 另外還有同學 這個題目都沒看 只照著我的方法做那也不對 我是希望你們先看過題目 第三個是使用康乙法函數 去針對這個裡面去算 算什麼呢 算那個上課人數 比如說這裡面應該有幾個人 這個要把它算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這地方的話 是針對 最後的話 把它存檔 做出來結果就長這樣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上課人數幾個 上課人數 我怎麼知道上課人數幾個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邊其實有相關的資料 你可以把題目了解 請各位試一下 把上個禮拜的題目檔 跟PDF檔 把它先打開來 再來的話 第一個 它第一個題目是 學員基本資料的工作表 所以重點就是 這個工作表在這裡 這個工作表 學員基本資料工作表 然後做什麼呢 它說將學號欄位 搬移到A欄 學號欄位 我們看一下學號 學號在這裡 搬移到A欄 也就是把D搬到A 那怎麼搬過來 記得 第一步先選一下D欄 箭頭請你點在D 按右鍵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 請你再選取A欄 表示說我要移到它 剪下來就按右鍵 然後它這邊會出現什麼 插入剪下的儲存格 你就可以把這個地方 記者是插入不是蓋過去 蓋過去的話 姓名就不見了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你按下那個按鍵之後 你的 原來的學號 在D欄就被搬到A欄的位置 這個完成了 你不要貼上之後 發現姓名不見了 那就錯誤了 不要覆蓋 第一步完成之後 第二步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步就是 年齡的欄位 年齡 他利用這兩個 這兩個函數 然後並且格式為 X是幾歲的意思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算年齡的話 比如說你以前算年齡怎麼算 年齡在這裡 生日 生日的話 就是他的什麼 1968 等於是今年2021 2021減掉1968 大家要看他有沒有滿 比如說他六月還沒到 那表示他還沒滿一歲 就不能多一歲 2021減掉1968 還要再減一 因為他生日還沒到 表示他還沒滿 如果過了生日 表示 1月這個表示他已經到 表示多一歲 可是問題來了 你現在如果說2021減掉1968 那你要把計算機拿來算 當然不是 因為Excel本身就是有計算功能 那要怎麼計算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 你必須用Dateive函數 OK 然後配合 首先 第一個 我們在還沒有使用公司之前 如果你要知道今天日期 你可以在旁邊練習 你插入一個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 有一個叫做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裡面 今天日期 你把它移到下面 這邊有一個today 裡面瓜糊 表示不用傳任何引述 按確定的話 再按確定 他會幫你抓到今天日期 2021的3月4日 如果說我今天 第一個函數 today 你一定要會 第二個函數 就是Dateive 特別注意 當然理論上 插入函數裡面 應該有Dateive 不過Dateive函數比較特殊 因為 Dateive函數 它是屬於另外一個程式的函數 Excel 因為那個函數有專利 所以他沒辦法幫你加到清單裡面 所以裡面你看不到Dateive 但是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可以 使用這個函數 什麼方式呢 自己打 所以 如果你要用Dateive的話 跟其他的函數不太一樣 你要變成自己 等於自己打 Dateive 記得字不要拼錯 Dateive函數 Dateive函數 日期 後面加上Dif 錢瓜糊 後面必須給他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 是他的生日 哪個生在哪裡 生在這裡 給他的生日 第二個參數 豆點 今天日期 你可以 這邊點一下也可以 不過 題目是要你直接 把today函數 取得放在這邊 今天日期 所以自己要打today 你打個today 然後小瓜糊 小瓜糊裡面不要放任何東西 這個時候他就會自己取得今天日期 其實就取得這個 就是今天日期 第三個參數再做點 第一個是生日 第二個是今天日期 意思是說 生日跟今天日期相比較之下 相差幾年 年的話 第三個參數就加一個y Y字的前後一定要加雙五號 表示說 幫我算一下 生日跟今天日期相差幾年的意思 後瓜糊 這樣的話 就完成了 OK Dedive主要的作用就是幫你算 我們的年齡部分 OK 這個Y指的是 意思是說 幫你算年 相差幾年的意思 OK 要滿才會幫你多一歲 如果沒有滿就不會幫你多一歲 當然顧名思義 如果你把它改成M的話 就算 兩個日期相差幾個月 如果D的話就相差幾天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記YMD就對了 Y的話就一耳 年的部分 OK 應該可以懂這意思吧 應該記得起來吧 OK 大家記性都蠻好的 等下自己打打 最好是可以把它寫下來 不然待會大家又一堆人又錯了 OK 其實沒幾個字 但是一個字都不能錯 OK Dedive主要 Enter 你會發現它就幫你算出來 所以它是1968 52歲 快速點兩下 老人家 全部呢 通通 都算完了 OK 剛好同學說老人家 不會吧 現在年輕應該都算年輕的 OK 那你們算是Baby吧 OK OK 那 第一步就完成了 我們就完成 應該可以知道這個意思吧 這個只是練習 Today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主要是這邊 OK Dedive 然後第1個生日 第2個是Today 記得喔 這個小瓜子要加 然後後雙引號 好 第一步完成之後的話 第二步的話 他要我們做什麼 做就是 後面他家加稅 52歲 52歲要怎麼加 其實加的方式大概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你後面可以加什麼 加and and一個 稅這個字 所以你就and and就是串一個字 我要再加一個字叫稅 有沒有 然後後雙引號 意思就是幫我加一個字在後面 所以前面不是取得52 52遇到and的稅 就變成52歲 把稅這個字加到後面 OK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加一個and的稅 打個勾就可以了 向下填 52歲就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可是跟各位講 這個方式的話 一般我們工作上會這樣用 可是他題目裡面 不是要叫你這樣做 他要叫你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他題目要求說 請你用格式的方式 他特別提到格式 我們剛剛那個部分 其實是串結一個公式 就不是他要的 所以 我們如果要按照他要的 方式來完成的話 可能第一個方式就不OK 他不是要你加and的稅 而是要你怎麼用格式 格式怎麼加 格式部分的話 一 請你把 所以把它向下填 恢復 一請你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快速全部選起來 怎麼選呢 優標先放在 第2 Ctrl Shift向下 整個選起來 第2 Ctrl Shift向下 指的是 把底下全部的資料選起來 選完之後 格式 按右鍵 裡面就有一個叫什麼 儲存格式的選項 也就是從這邊設定 接下來比較麻煩一點 格式怎麼加 記得按右鍵 選完之後 儲存格式 然後呢 特別注意 關鍵地方在哪裡 預設是通用格式 它這邊是數字 請你把數字的地方改為制定 制定裡面的話 請你在 底下這個類型裡面 這邊可以修改公式 delete 特別注意 裡面的數字 如果在公式裡面叫0 0表示就是那個數字 52 後面的話 你又加個稅 稅的話一樣 不用AND符號 直接把這個稅 打在這裡 打一個稅 你會發現剛剛是AND的稅 這邊不用AND 它的規則不太一樣 因為格式的公式 直接就是前面是一個數字 後面加一個稅就可以了 這個是 格式裡面公式的規則 兩邊規則 有點類似但不完全一樣 請各位注意一下 0 那你怎麼知道對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的結果 如果出現是52稅 是滿足我們要的條件的話 你就可以按個確定 大公告 按確定看看 出來了 OK 你可以看到 可是有同學說 老師你剛剛做的那個方法 跟這個方法有什麼差別 有什麼差別 不是都一樣嗎 跟各位講 最大的差別 就是 你如果加AND的稅 它實際上 會真的幫你加一個字 稅這個字會加在資料裡面 但是如果你剛剛用格式的話 雖然你表面上看到是52稅 可是實際上存在資料裡面 其實是52而已 它只是一個表面上的狀態 實際上 放在 這個除塵格裡面 還是52 它 並沒有 稅這個字 OK 所以這兩者之間 最大的差別在這裡 請各位注意一下 所以 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如何算 年齡 第一個 請你把游標 放在這邊 然後插入一個 公式 第二步 請你把 這個範圍叫 Ctrl-C的向下 然後按右鍵 存在格式 然後把這個公式 從原來這邊 改成自訂 然後在這邊改成 0 然後雙引號 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稅就可以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 方便先去換給各位 謝謝 OK 感谢观看